新北市新店区29日晚间发生一起清洁队员遭民众殴打案件 一名阳姓男子享于非收运点交付资源回收物 并将整袋资收物抛上车斗资源回收车驾驶出手制止 熟料阳男儿子现身理论并以棍棒敲击车体 更朝驾驶速度挥拳 造成驾驶鼻鼓鼓折及脑部顿伤 清洁队即刻报警处理并对阳男提出妨害公务及伤害告诉 针对这次暴力攻击我们清洁队员的事件 我们已经依法向警方提告来追究妨害公务以及伤害罪的一个刑则 另外也不排除来求取民事赔偿 务必要保障我们清洁队员所有执行时候的一个安全 记者黄秋如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